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那时候也觉得 我非常谢谢我的老板 在当时已经有这么多的巨星 可是他就是一个创作的小孩子 他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 你找到那个和弦 可是你弹不到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我以前小时候 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就是变成就是说 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熬 年纪越来越大 你就发现 他就是在告诉你 你需要改变 大家好 我是黄韵玲 我是今天的刊版人物 14岁 参加金并奖比赛 56岁 站上北流的表演厅 即将参加相知相守 明歌45的演唱会 对我来讲是一段音乐的奇幻旅程 你先来欢迎台北 流行音乐中心董事长 黄亦玲 黄董事长 你好 欢迎 欢迎 谢谢你 每次官员来我们都很紧张 害我跌倒官员了 但是今天心情特别期待跟轻松 可以 所以小云老师 您现在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董事长 所以每天你听到最多 大家称呼你去董事长 是这样吗 对啊 可是对我来讲 我其实觉得董事长 他反而应该去服务更多的事情 然后更加要去了解 每一个细节吧 我觉得应该 任何事应该 应该亲力亲为 我觉得 对 我有说我们的印象里面 如果我们要想到小云老师 我们上一秒最接近的印象 当然不是蓝色啤酒海 我还记得那时候的打歌服饰 就是有点像沙坡群 对 对 我们上个印象应该还是你坐在评审席里面 然后你给所有想走专业歌星的这些年轻的人很多很多建议 所以官员当然是人生第一次 但是董事长这样一个做管理 然后要财务控管很重要 分配资源的 对 这个类似这样的角色也是第一次 当然最早在自己有一个公司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这些事情 但是规模没这么大 对 然后你可能要面对的 包括产业也好 或者整个社会也好 或者是在议会也好 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部分都要去学习 我觉得好像不再像以前 就是你是一个很单纯的写歌 然后跟唱片公司有一些业务往来 好像就不只是这样 那决定要答应扛这个责任 我觉得它的责任面比较重 要扛这个流行音乐的十字架的时候 你如果心里面那时候有任何一个 不要接好了 有任何一个这个念头 有 其实有 而且还蛮多次的 但是就是 那时候是想到音乐生活会改变吗 或者说觉得这是一个官场 或者是一个官员 或者你还有其他更重要的 有自己想做的事 我考虑的很多 就是除了说 他可能会把自己写歌创作的时间 当然你必须要去管理行政 你就必须要牺牲一点时间 那我又很害怕自己创作 你必须要很安静的那个时间不见了 对于我来讲 我从小真的就是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心里就是只有一个声音 我就是要为我喜欢的人写歌创作 然后长大一点 当然阶段不一样了 包括念华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我后来变成评审 我的是什么 对我来讲 我也是希望替这些有才华的孩子 比如说我有机会跟他们合作 那不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能够分享什么 所以我现在理解了 其实就是说 那个角色在生命里面 他变成什么样的角色名称不重要 但是你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路标 然后这个路标都是把大家 引去你们共同的那个 喜欢音乐的那个路越宽越好 对我只是希望就是说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那么期盼的 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我写的歌 所以我才去找各种机会 我后来仔细回想 我真的好像都不知道在干嘛 每天都在做白日梦 然后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急迫地想回家打开钢琴 然后我就告诉钢琴说 我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我喜欢的男生为什么没有回答我 或者是我篮球赛我打输了 我好痛苦啊 然后我就会 我其实就跟钢琴一直对话 然后我也只玩一种游戏 就是我叫我同学来我家 可是我同学都很配合 他们来我家玩什么游戏 就是歌唱比赛的游戏 以及电视主持的游戏 那差不多要四五个人以上 你才会变成一个比赛嘛 所以人手不够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去当歌手 也会当评审 所以聂华你知道 当我长大以后 真正坐在星光大道的评审桌上面的时候 其实我是笑出来的 我心里想说 这个是我在哪里看过 为什么有这么深的连结 原来我小时候就只玩这些游戏 是 四星光大道 那些出来的人他们不是拿梳子 跟疲惫单而已 梳子 对 每一个人小时候的麦克风都是梳子 我想我们现在就先透过 谢谢你给了湘怡和梓毅 这么多晋升的机会 海内外华人朋友一定想知道 小林老师 小林董事长 跟台北流行音乐这个中心 这个中间一起 他们要创作一些什么 我们透过第一则报导 大家可以先很快地了解一下 以下的话可以做吗 一千二 一千八 一千五 一千七 然后一千八 所以这样算在一起才是五千 是这样算 五千人的表演舞台 刚好是小巨蛋容纳人数的一半 灯光音响全是高规格 这是九月初就要开幕的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首位董作 找来音乐人黄运林 他常在二楼看台区 从不同座位看舞台 确定视野角度 我觉得他很温暖的一个地方 是他离那个舞台很近 因为他比较浅嘛 他不是那么的长 这个也是他跟小巨蛋很不一样 班下开幕重任 不止软硬体要到位 还有人员训练都必须紧夺密鼓 尤其北流 先要通过第一堂大考试 开馆前的满载压力测试 王玉宁直说 这比他开演唱会还紧张 我们一进来的时候 就开始在想说 这个摇滚区到底 能够塞满是多少人 很紧张啊 非常 一定非常紧张 因为这个测试还包括 包括很多比如说 就像我们讲的停车场 交通 人流 对 疏散 你会发现这两个月遇到他 讲话越来越快 就是他的节奏变两倍数 好像可能要两倍数 才完成得了这么多大事 小蜜蜂嘛 他一定承受了很多 说不出口也无法公开的压力 这压力黄韵玲扛着 时间分秒再倒数 大小杂事多得处理不完 一再考验这位跨界音乐人 如何应变各种行政述物 只见这位资深女偶像 毫无一人包袱 几乎没有打扮的自在面对镜头 我还有涂腮红 我有画眼线 我想在乎 可是没有时间 我想在乎 但也就没有余力去在乎这些事 现在可能以后再在乎吧 今年初黄韵玲决定接下北流动作 在兵荒马乱中 先应变突发疫情 原定六月开馆的日期延到九月 不少ready好的排程 通通取消 这个疫情来 那如果未来它还会再来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准备 有的时候一个苦痛 或者是一个挫折 它也许会产生出来更多新的可能 目前北流属于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管辖 五年后得开始自负盈亏 黄韵玲的规划已经想得很远 除了北基地的主场馆 旁边的南基地还有两栋大场馆 要填充什么样的内容 丰富整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蓝图早在它的脑海里 产业区之后我们会有 LAB实验室 然后还有就是有空间 然后会提供 提供那种 就是说你可以做音乐的试验 然后有一些 比如说艺术展览的空间 然后音乐剧 小型音乐剧的演出 然后也有小型的LAB house 讲起这里未来的样子 黄韵玲原本疲惫的神情立刻亢奋起来 边说边手无阻道 456楼会有个常设展 它会把我们这 其实我们从192几年的时候 其实台湾就有第一个唱片公司 那我们希望把这所有的音乐的过程跟历史 让大家去了解就是说 我在这条音乐盒当中 其实前面它的流动是怎么样 那我现在也在这个流动当中 那我要怎么流动到下一个世代呢 不断的 流 流动 从资深音乐人突然一脚踩进半个泪政治圈 黄玉玲很像突然一个响指后 就迅速变好了声 北流女董事长的首次议会直询处女秀 她一生素颜素妆 少了欣慰 应对回答是中规中矩的口气 那您知道从这边走到最近的昆杨站 大概要多久吗 大概要7分钟的时间 我的了解是差不多至少10分钟左右了 现在开幕的时间有确定了吗 那目前呢 我们在8月份会有一个满载测试 9月5号会有一个开馆 不论见过多少万人演唱会的大场面 当黄玉玲站上时刻被放大镜检视的直询台 也看得出有点紧张 小心翼翼 我自己觉得演艺圈有很多天才 可是他们一定不愿意去做官 很烦嘛 你要去被直询 将会遇到许多与梦想无关的问题 这些不管是挑你毛病的 或者是放大检视的 其实都跟我们自己在做娱乐表演 是两个世界 我觉得你其实蛮犀利的 没有没有 我有犀利吗 就是你做事情比我想的还厉害蛮多 我这样有厉害吗 有我就是观察这几次这样 什么事 就是来看他跟同事们开会这样 我觉得他一撞那位置 他那个感觉就变了 有进步吗 蛮厉害的 真的吗 黄玉玲跟儿子Arthur 说起话来像是交情很好的朋友 两人聊天 话题都跟音乐有关 我小时候那个新闻大到很红嘛 那个节目嘛 然后我就看了 我就觉得我应该也可以参加 然后我就想 我就跑去我妈房间说 妈我唱一个歌给你唱 我就唱了 结果我妈就想很久 她就说给你三颗星 所以你是给杨忠伟五颗星是不是 对啊 然后她一直给你儿子三颗星 不是 我觉得我太认真了 从小的耳濡目染 Arthur在大学毕业后 也选择进入音乐圈 现在已经是专业吉他手 你要唱一个 那里 对啊 那弹一下那个 唱那段就好了 黄玉玲的音乐梦 不只有儿子传承 现在还要透过北流平台 继续无限延展 看起来蛮屌的 看起来 看起来找我演艺场 谢谢你的每一批 我不能找你啦 你要来申请啦 我知道啊 我以前比赛都把我刷掉 不然我会被抓去关啦 我以前比赛都把我刷掉 我 什么我把你刷掉 你把我刷掉啊 哪是 因为我太强了 你怕别人会受不了 我们希望 可以让北流的 好声音 跟北流的 很美的 这个部分 对啊 这是大家的 崭新的舞台代表是全新的可能 黄玉玲的眼神里有光 看得出她的兴奋雀跃 在接下北流懂作后 她用过去厚实的音乐基底 业界的丰富经验 广阔的演艺人脉 迸发满满能量 这位音乐精灵 要给台湾流行音乐界的孵化器 施展什么魔法 各界拭目以待 看好感动哦 9月5号开馆 对 所以台北的朋友 因为我有经过很近 就在你坐那个南港站 你坐到南港站 就是步行可以走过去 那当然别的地方 不是台北市天龙国以外 都欢迎来 朝圣啊 也来看看 真的很漂亮的地方 对 这样子 看完这个报道 就心里面就清楚 对 是谁 然后为谁开放 谁可以来用这些场馆 对 其实它是一个 五千多人的场馆 那比起小巨蛋 小巨蛋是一万多 所以我们是一个中型场馆 那我也一直在想 就是说 五千人的场馆 目前来讲 我们是第一个 这个尺寸的 那五千人 我们除了要让大家 在这里有很好的 声光响宴之外 我们其实也要培育 下一个网小巨蛋的举行 我觉得它应该是 也是一个培育的舞台 因为没有人一生出来 第一天 你就是蔡依林 或者是 你出来唱歌的第一天 你发唱片的 专辑的第一天 你就是肖静腾 不可能 它是需要养成的 它需要培育 所以人家才会说 残酷舞台吗 是 所以你必须要经过 各式各样的舞台的培育 那累积了很多的 包括你自己 在舞台上的自信也好 或者是你在舞台上 不断地实验 你可能犯错也好 我们也还在想方案 怎么样去让这个变成 应该是说扶植 扶植一个 它即将要站上这个舞台 那我形容 我们现在表演厅这个舞台 叫做最靠近未来的地方 就是你站上这个舞台 你可能面对的是 小巨蛋 大巨蛋 对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 我觉得专业还是有专业性 我的意思是说 他虽然现在是个 YouTuber的时代 但并不是每个人 都像小贾斯蒂一样 那么幸运 你可以透过这个网记网路 是 我还是要帮他讲一下 你们几年以后 要自负盈亏了 五年 对 五年时间过得很快 所以在以表演为 前提的情况下 海内外华人朋友 不妨碍以表演 流行乐为前提的情况下 如果你有看到 这么棒的一个场馆 你有其他商用的需求的时候 对 欢迎 对 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 谢谢电话 我听说你在开会的时候 有一次不知道讨论到什么 后来你觉得你想 表达自己的心情的时候 就用音乐 对 那个时候我唱这首歌 那下面的人有没有 我其实那个时候 我觉得大家都在一个压力的边缘 因为虽然大家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 因为四月我们整个行政法人才成立 那所以我记得那次开会 我们在处理很多不一样的事物 包括我们的场 有很多人要来看我们的场 那个表演厅 然后有很多行政的事物 其实有太多东西 那人手或者是同仁们 本来一个人身上就很多斜杠了 对 所以他们非常的辛苦 我觉得那个压力是很崩溃的 我之前还有点时间是说 我早上起来写歌 或者是我回到家晚上 我晚上根本一点体力都没有 我就倒头 后来我那天怎么睡我都睡不着 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告诉我 就说我好像有一点忘记了音乐 就是有一点忘记了 还是要回到音乐当中 就是你真的有的时候 那个肾上腺素被逼起来 你可能有很多东西 你只想赶快去面对去解决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音乐在我的生命当中 它是怎么陪伴我的 但是它就很像一个家人 我常常有时候 自己在很兴奋的时候 或者是在很痛苦的时候 对啊 往往 往往我可能会先去做别的考量 然后最后才回到它 其实是不对的 那你很幸福 因为很多人一定非常羡慕说 如果他也有音乐 这样的一个自己 你说音乐是你的朋友 我觉得我坐你对面听你弹音乐 我觉得音乐就是另外一个小铃 对 但是你如果把它忘记的话 那个你就变不完整了 是 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几年前 我自己也遇到很多过程 那就是我有很多很严格的朋友 他们有一次就指着我说 你太活在黄韵玲之下了 然后我就说 我就是黄韵玲了 不然我要怎么办 他就说 不是 你 你不是以前的小铃了 我说 他们也许看到我在一个忙碌当中 就像我刚刚讲 我忙碌当中 我可能有时候真的就 一直瞎忙瞎忙 然后就倒头就睡 然后我就一直在反省 他们告诉我的话 所以那段时间 其实我也 我也看医生 医生说 他很可爱 他就说 你知道脑海里面 它也是有红线的吗 我说 什么意思 他就说 那你知道海边都会有红线告诉你 那边是危险的 我说 我知道 他就说 你不用再一直去挑战你自己 所以这个放松这件事情 是我真的常常忘记的 所以你在任何状态下面 如果你是全心全意地带来一首歌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那个状态里面 我们最想听到小铃给我们的歌 而不在于说 你带来给我们突然一个全新的创作 或者让我们觉得任何人都唱不出这样的歌 你可不可以用什么歌来代表 你现在这个阶段的行径 我们来听一下 好不好 好 在我们还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时候 请你牢牢记住 我是多么的爱你 在地球还能不停转动 转动的时候 请你牢牢记住 我是多么的爱你 春天将要过去 下个冬季也会来临 曾经牵着你抱着你的我的手 从将失去美与美丽光泽 我怕来不及 我要抱着你 我要抱着你 请你相信 在我们还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时候 在我们还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时候 请你牢牢记住 我是多么的爱你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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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 空泉旋转转着鼻里辉煌 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 河沫张开口吞掉了水槽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 烦恼都撞进他的大堵梁 烙影带领着我们飞翔 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 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和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扰 有哭有响 当然也会有悲伤 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对不起 我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录音室的音乐制作 是黄韵玲能暂时抛开公物板杂所示 稍稍喘息的时候 你要去修饰 那这是在我们的录音室一次一次 两次学习 可是你上舞台他就只有一次机会 对不对 你上舞台可能就只有唱现场 看他一句一句调整歌手唱法 十足耐心 他对歌手诠释歌曲的情绪 口气特别在意 一段词反复要求唱了再唱 你要在你唱的时候就要有律动了 那你反而在唱的声音里面有律动 你身体可以不用有律动 就是你的音符他就要有律动了 好 再试试看 我们再一次哦 这么多年担任评审 制作人 心人如过江之际 黄韵玲早看透流行音乐圈里 变化太快 淘汰也快 他至今出道快40年 凭着一股对产业的热情 和厚实的创作功力 在时代讨喜中 从对准流行到树立风格 不曾被后浪掏进 现在很多年轻的小朋友都很棒 有时候会想说 他们都这么棒 那我要干嘛 我是不是就不要做了 我就会很沮丧 真的做不过人家这样子 可是睡一觉起来 你就会觉得说 真的吗 我还有机会吗 我会吗 坚持站在舞台上不间断创作 其实很难 是黄韵玲从小学情的苦练 打下扎实深厚的基础 小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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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北辽的 我是董事长 是啊 不能放宿 他的音乐启蒙 就是在担任钢琴老师的叔叔家 开始的 Doremi Dore 对 叔叔刚刚要那个 我忘记怎么弹了 这边有那么多谱 你看 那以前小时候我都弹错 然后叔叔就会拿那个圈笔打我 像这个 手银头啊 它会翘起来 就 就会翘它 对啊 比如说是这样 有没有这样一碗 然后 叔叔很严格 对啊 因为我们的手要这样子 对 不能这样翘啊 因为很早看出黄韵玲的音乐天分 叔叔对这个侄女的指导格外严格 家里角落堆满厚厚的琴谱 那些从谭拜尔到巴哈的记忆 如鼠家珍 像这种谱啊巴哈 巴哈的谱啊 看到这种谱 你就又开始发抖了 对 就会开始发抖 因为这个 第一次弹的就是这个琴 房间里另一台陈锋已久的旧琴 是黄韵玲曾祖母的嫁妆 已经超过100岁了 当年配着小女孩认识音符 度过童年 培养出台湾流行音乐界的一线作曲家 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 那你不练钢琴 叔叔就说 这下面有住那个太空人 他有住太空人 他都有在偷听你弹琴 你如果弹得不好 他就会出来 对啊 就有很多在这个琴上的回忆 他就摔在小船上 五个人都这样看 我们祖母那时候 她们都非常的宝贝 看到她都看不鲜 充满爱的成长过程 像是土壤 是黄韵玲进入演艺圈里 很大的养分 她早年发行的专辑里 这张做我的朋友封面上 还特别用小时候 弹这台琴的照片 说故事 对我来讲意义很大 就是我有很多的照片 然后也看到那个 那个长辈抱我啊 妈妈抱我啊 然后就弹这台钢琴 你知道就是 在舞台上面 它的光芒 它不是那种非常闪耀的 就是让你一看 就觉得说是 这个 一下子就是让人很闪亮的 但是她非常的耐看 非常的耐听 就是非常有内涵 那所以 而且很有耐力 广播人陶晓清 是当年让黄韵玲 14岁破格参加 歌唱比赛的贵人 一路看着这当年的小女孩 睡变成创作型歌手 她也是音乐制作人 情首快智人口的旋律 都是小林老师做的曲 她还当歌唱节目评审 又是舞台剧演员 哎哟 什么时候哪有的 有啊 小的时候 两个人讨厌都 名不名 我那时候去看她的舞台剧 她就是从很小的小女孩 演到阿嬷 她那个时候年纪还很小 她就可以演阿嬷了 而且很有说服力 你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 她是很不简单的 就是说她做什么事情 她真是会投入 摊开她的演艺履历 洋洋洒洒 豐富多彩 却也有挫败的时候 她经历离婚 经营的唱片公司 倒闭负债上亿 但黄韵玲依旧坦然笑看 过往的生命痕迹 从一个低潮 到往上慢慢去 去攀爬这座山 我觉得那个过程 如果你能够把它 学习吸收进去 我觉得对自己的 不管是回到自己的创作也好 或者是自己的生活也好 我觉得她 她会带给你不一样的眼界 她从出道至今 在圈子里像一股轻轻的暖流 没变没停过 是黄玉玲对音乐的创作力 和过人的执着特质 让她从幕前到幕后 转换自如 大半生为音乐投入的小林老师 新身份北流董事长 台北音乐流行文化 出现了灵巧的船长 要领航开往不同的新海域 你听到快乐天堂 我觉得好像是感受到 一个希望的年代 我们有同一个时间的流行 音乐里面有这么多 每一个都是在巅峰的歌手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 都那么独特 其实是在那个年代吧 1986年 我想那个时候 我大四的时候 对 可能就是明哥 然后到后来有黑色旋风 就是罗大佑 苏瑞 然后再滚石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 好像我是滚石的新生代 我那时候也觉得 我非常谢谢我的老板 在当时已经有这么多的巨星 可是他就是一个创作的小孩子 他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 所以可以想见在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都在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让新的资源 新的音乐 来一起加入 所以他会变成 在那个年代 其实是百花齐放的 所以在期待巅峰前 提供平台很重要 对 非常重要 然后你有这个机会 其实对我来讲 我可以跟这么多的前辈们 跟我自己喜欢的歌手合作 我刚刚在唱的时候 其实像每一句每一句 我都想到当时在录音室里面录的 跟我们在演唱会的时候 比如说第一句是谁 好像你就有一点模仿他唱 第二句是谁 像每一次唱到那个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 就是你会想到李仲胜 就是你的印象就是 你当时在录音的画面 我觉得这是音乐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不管时间隔了多远 当这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 你就回到了那个时候 我后来才知道 14岁可以参加金韵奖 因为陶晓卿 陶姐 给你一个破格的机会 然后你刚刚提到在滚石 是 他开始接纳年轻的你 没有成名的你 可以进去帮大家写歌 那是段先生吗 段先生 对 段先生 对 其实小时候一定不知道 你在做的这些 只是为了一个单纯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希望 我赶快 快快地可以写歌给刘文正 快快可以写歌给 比如说潘岳云也好 或者是我喜欢的凤飞飞 其实我就是希望 你是因为看了云飘飘那个电影 对 在我眼里看到你 这是这首歌曲的曲 这是主题曲 是你唱的吗 真活泼又美丽 马上那个画面就跑出来了 我还记得那时候 就是看了这部 我又离题了 不会啊 就是看了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回去以后 就一直跟我爸妈讲 我就说 我要那个男女主角 奔跑的时候的音乐 然后我爸妈就不知道 我到底要什么音乐 可是后来他们还是 还是去伸出一张 那个黑胶的唱片给我 所以我的爸妈其实 我也很谢谢他们 对 就是 所以任何音乐它可能都会 打开你一个开关 是 然后 对 让音乐的黄韵玲 对 然后就又变不一样 又改变一次 而且我马上会看到一个 就是说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它的反面就是你失去机会 那刚开始确实是真的很辛苦 比如说你接了一个孟田的和声 那那个和声段先生就说 要把它写成二重唱 那它是一首歌的旋律 那你要把它变成是 琪玉跟潘月云的二重唱 那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 好 我一定要写 就是因为我太想跟他们合作了 我一定要写 他们两个人唱 那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好像没有主虫 我们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突然他们就 两个人是交错的 对不对 所以后来你的写法是没有主虫的写法 没有 他们两个都是主 然后他们两个也都是虫 就是当你主的时候我就虫 当我虫的时候你就是 你一定是主 那我那时候 我真的太兴奋了 我就一直希望可以跟他们合作 所以我终于有这个机会了 然后我就是在写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写了蛮久的 就是一直反复在推敲 然后推敲什么 我推敲就说 我这个给段先生听 会不会被打枪 不行不行不行 一定会被打枪 然后我就赶快再改一个 所以一直在创作中的你 其实一直在内心征战的你 对 而且我一直在跟自己实验 就是我要拿出去之前 我一定要自己失败过 我就说我不要这个 我不要这个 一直推翻自己 有一次我写歌给蓝星梅 星梅姐你也帮她写过歌 对 因为我们也是很小就认识了 然后我就放给她听 我说星梅我帮你写个歌 然后她就听她就说 好好听 可是我不想要蓝星梅也黄韵玲 你跟我们很快速地回顾下 你帮很多很多人写过歌对不对 刘文正没有了 原来说你还是小学 我们两个同时代 对 所以刘文正 珍妮 凤飞飞没有了 有 凤飞飞有 凤姐有 你也帮凤姐写过 有 就是 而且更好像是有一天 我坐计程车 我突然听到凤姐唱这个歌 我忘记了 因为很多年前非常久 有《静静燃烧的夏夜》 对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鼓励 那你帮那么多有名的歌手写过歌 我想你写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巅峰 对 然后同样的他们都那么的独特 也就是说他们给你的挑战 都是非常艰难的 是 写过这么多歌 你觉得你对于观察歌手跟歌 那个人的敏感度 这么多年 有多深 在你印象跟经验里面 我觉得我的小时候 还是有某些 某些的 我觉得小时候可能还是有些叛逆 你跟有一些自以为是 我觉得在小时候的过程 为什么怎么说 就是有一次我写歌给蓝星梅 星梅姐你也帮她写过歌 对 因为我们也是很小就认识了 然后我就放给她听 我说星梅我帮你写一个歌 然后她就听她就说 好好听 可是我不想要蓝星梅演黄韵玲 她跟我讲了以后 其实我是很难过的 我后来才发现 原来我一直在用我自己的想法去套在别人身上 我觉得在那个时刻里 其实我是很沮丧的 然后我也看到自己的不足 长大以后 我后来发现 其实她们是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跟关心 跟真的是提醒 对啊 可是当你们成为流行音乐的创作者 特别是制作人的时候 你有这么深的音乐经历 你就必须要有三个支点 市场对流行音乐的喜好 这个歌手她本身的灵魂和魅力 当然还有你自己原发的创作 对 我觉得这三个要等边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 可是我其实都应该算是都经历过 对 因为你自己也曾经是开手 对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在某一个阶段 但是在那个阶段你会发现 你很痛苦跟你很不知道如何往下 其实那个时候 我觉得你反而应该真的要去打开自己 去做别的事 对 因为李宗盛真的跟我讲过 大哥跟我讲过 如果你灵感不见的就是你的提款机 你的脑海里有一个灵感提款机 它没有钱了 那你要怎么样去把钱放进去 那个钱就是你灵感的来源 你的来源它要从哪里来 人生 对 她说小玲 你都在音乐当中 你没有别的 你没有别的朋友 你全部都是音乐圈的朋友 你应该要去菜市场 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是24岁吧 他就说你要去菜市场 你要去看芭蕾舞剧 你不要一直在这边 因为它会一成不变 是 你一定要改变 那我就问大哥 我说大哥 那我要多久才能够写出来 他就说三天吧 或者三年 三年 他说有可能啊 他说你这种事情是不能急的 你必须要回到生活 对 或许我在想 可能你在 你给我的感觉 是你在出生不久 进入追求音乐的这条路上里面 对对对 你好像有一个雷达 你那个雷达 特别会吸收严格的指令 有的人是这样子 我听起来好悲惨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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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在学音乐路上 这么严格 你们家甚至为了 让你能够到 东话国小的音乐班 就班到 就是那个 我阿姨 他们有 就是反正有个社区 是啊 就是属于末姆三千 是 就是说前面的那个严肃 是真的很严格 很严格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叔叔 本来就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 然后我自己又在校外 有一个台北基督教儿童合唱团 那我在那个合唱团 认识了很多 包括徐景纯 蔡兰青 然后赵永华 李星云 我们都是那个合唱团的 那 其实在那个合唱团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的老师 这么的严格 我记得 我在差不多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 老师就 林福玉老师 他就叫我 他说你来小办公室一下 每次我们听到小办公室的意思 就是说你可能犯错了 老师要跟你讲一些什么事 我就非常紧张 他就说 他说 黄玉玲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做你喜欢的音乐 不要花时间在谈恋爱 我那时候才五年级 我心里就想说这是什么原因 然后到了国中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合唱团的钥匙交给我 他就跟我讲 他说合唱团就交给你 你要负责来开门 然后他还打电话来跟我讲 他说反正你也唱不完 你就录音室先给我 我就觉得我好难受 那可能季洪人比较需要合乎 对 所以自律性这么高 你就自己自己照顾好就可以了 我也需要 你可能是那个严格他希望 他们可能认为说 既然看得出你对于音乐本身 你有相对于别的小孩子在那个年级 你有一个比较认真对待音乐的自发性 那他希望你在各方面成为一个自律感非常高的人吧 包括有一件更好笑的事情 我进了滚石唱片 然后我们不是有新生代吗 我跟季洪人 就我们两个 季洪人 然后我就看到季洪人呢 他上节目就很多我们公司的同仁 都会给他鼓励 我心里想说我第一次上电视一定会得到这个鼓励 我真的第一次上电视完全没有 至少有宣传带你去吧 只有一个 对 只有宣传带我去上周末派 他就带我去上 其实我是很落寞的 因为我一直在期待这一天 其实新人不都是这样吗 然后包括我们 因为我们两个出片时间很近 然后我们就在 可能会共用到一个录音室这样子 然后他还打电话来跟我讲 他说反正你也唱不完 你就录音室先给我 我就觉得我好难受 然后长大之后 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 我就说我觉得段先生 天心 对 我就说他不喜欢我 然后段先生就说 其实他觉得我是很独立的 是 你刚才在讲 你只有一个宣传带上周末派 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说 因为他们看你自律性那么高 那可能季洪人比较需要合乎 对 所以自律性这么高 你就自己照顾好就可以了 不顾 我也需要 我觉得其实聊到这边 我觉得我们走到这个人生段 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 我们人生的良药常常也是毒药 比方我说音乐是你人生里面 在你很多太痛苦时候的解方 它可能是你在掉到精里面的那根绳子 但是某一种程度 也可能音乐就是你 你就是音乐 所以在某一部分 使你在里面自苦跟纠结 这实在是一个无解的 无解 真的是无解 尤其到面对一个 你可能脑海里有一个声音 你很想把它弹出来 你找到那个和弦 可是你弹不到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那那个痛苦 我以前小时候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就是变成就是说 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熬 去很煎熬那个过程 可是年纪越来越大你就发现 它就是在告诉你 你需要改变 你需要进步 你需要去做一些 你的音乐上的不同的学习 你讲的就是人生 是啊 就是遇到一些挫折 我现在都会这样看 我觉得挫折 其实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它其实也是个祝福 它祝福着你 就是说你度过 你爬过了这座山 那你就可以去挑战更高的山 现在时间这么有限 所以你觉得在创作中 你现在的人生 你愿意跟自己妥协到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就是说 其实 没有创作灵感也可以嘛 对你来说 就是它也是在创作中的 一种正常的状态 其实我应该是有蛮长的时间 其实我都在这里写歌 就是我会在这里演练跟一直在找 然后编排 那所有的动作到达那个钢琴上 或者是我自己的电脑 电脑录音的状态都是我已经完成了 那我必须要去落实 那我现在是完成的这个状态有 可是我没有时间落实它 这个也是一个需要找出时间 不然你这些东西就只能一直在这里 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的床旁边都有 那个纸跟笔 就是我只能把它先写下来 那我能不能用牺牲来形容 你接了北流音乐中心董事长 在这个部分 为一部分的小林来说 其实你是有牺牲的 我觉得牺牲听起来好严重 我觉得对我来讲 它一定是同样的 你有某些部分是消失的 就是也不是说完全消失 或者是他暂时先休息 对 那如果说在这段时间他是个农夫 他必须要把这个土地开垦 让他有一个好的生态 那我们要如何去把音乐的生态做好 我觉得它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在这一年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会带给我们 更多更多的温暖和力量 一定的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